今次省上新民主党和自由党提出要改革中小学EQAO考试 苏汉文的报道 EQAO考试是由安省教育质量及问责办公室制定的中小学生读写 以及数学水平评估测试 新民主党和自由党都表示这个考试有缺陷 承诺取消目前的考试模式 新民主党提出随机抽查提早发现学生需要提高学生的学习领域 自由党就承诺与私生家长合作 制定一个能够反映新冠疫情对学习造成影响的评估策略 上次省选进步保守党也承诺改革EQAO 但是四年之后并没有大的变化 只是在疫情期间将考试数码化可以在网上完成 另外在交通议题上 各党的高速公路发展理念完全不一样 进步保守党承诺兴建413高速公路 缓解交通堵塞问题 各反对党都认为这个项目浪费 但就没有太大的作用 自由党承诺整阔401、7号和3号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 六党承诺在407设立专门的商业货车通道 不过各党都支持整合多伦多 以及周边地区的公共交通系统 对方只有一点大学会议 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党承诺党